它就是你的本命原成 唯有这个佛号 它在一切的境界当中 它是真实可以靠得住的 我们靠我们的钱财 靠我们的父母 靠我们的子女 这个都靠得住 我们所靠的一定是万德庄严的佛号 那么这样子万念 妄念升起的时候 我们马上可以把我们的念头 变成不是安住在烦恼 而是念头把它转念念佛 这个时候妄念 它久久之后就会被你磨掉 刚开始的时候它会很强 但是你这个念佛念久的时候 这个妄念它就会越来越薄弱 那么乃至于到最后 就是佛号图存 达到这个一心不乱的功德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 解释法要 第二个举颂劝修 逆境当且莫动称 我们遇到逆境出现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 称心是功德火 你这个所有的功德灵 好不容易把它造起来了 称心它一把火 一次就把它毁灭掉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对于别人的 不合理的行为 那么我们不是要用称心去面对它 因为你用称心去面对它 以称报称 是称不止 这个称心 永远不会解决问题的 因为你用称心面对别人 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个自我防护 乃至于自我保护的心 它也绝对不会允许你用称心面对它 那么这样子两个人就是称心 不会停止了 所以说不能用称心来解决问题 西方佛子等苏清 那么我们在一切的境界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西方佛子 对一切境界要保持一个平等心 理由是为什么呢 无尽站坐说谱客 因为人生相当短 我现在只不过是人生的过客 就是我现在只不过是在这边 暂时的借助而已 我来生就是准备要回到我的家 极乐世界去了 我只是站坐这个娑婆的一个客人 我是一个客人 而不是这里娑婆世界的主人 那么不久连此会上人 我是未来的家 就是在这个莲池海汇 那么在这个莲池海汇当中呢 它才是我一个真实的未来的去处 那么今生的因缘 我们不要产生一个常见 认为今生是很常的 其实面对我们无量的生命当中 这个短短的八十年 乃至于九十年 这个是相当短暂的生命 我们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 不要产生一个执着 那么这样子生起一个信愿 再来产生一个慈敏的功德 一句弥陀法中王 就是我们面对任务的境界 我们要能够提起这个佛号 这个佛号就是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它是我们的法中王 我们法宝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法宝 也就是我们的本命原者 要产生一个强烈的皈依性 面对什么逆境的时候 我们要习惯性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要用这句佛号去调伏 可能你还是习惯 用其他的方法去调伏 但是我们要慢慢地引导 这个佛号就是我们法宝中王 无边妙异广寒常 这句佛号 它寒常着 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 实念往生成正觉 不在世间论短常 等到我们临命中的时候 假借我们的法宝 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就不在这个娑婆世界 这些所谓的世事非非 这些的八宫 跟我们都是没有关系 我们就不需要做这种斤斤计较 所以这个修行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今生的因缘 你要如何安身立命 实定我们今生安身立命 你才有办法达到临终真理 这个今生的安身立命 也就是在说 不在世间论短常这句话 就是我们一个人 什么事情 就是少计较 那么多念佛 所以当我们今生 有的时候 它这个逆境 它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 这个时候逆境出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内心世界 转念念佛 安住在这个佛号上面 那么更要进一步的 我们平时在放萌山 做功德 还有是我们做功课的时候 要把这个功德 功课还有你的功德 回向给你今天 跟他相处不好的人 或者是你的冤亲在主 那么你要常常给他回向 希望他也可以修行 那么这样解怨世界的因缘 大家都一起往生极乐世界 好 那么这一堂课 就整个把佛说奥弥陀经 做一个导读 那么未来 在这个整个佛法的 净土法文的修学上面 就是要坚持 这个信愿此名 那么是当作我们一生的一个功课 那么所归一的境界 也就是这句名号 好 回向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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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